人类其实都有模仿的天赋 如果你观察一个家庭的小朋友 你会发现 小朋友会自然的学习一些长辈的语言 动作 当我们小时候 我们无意是模仿了 对我们生活一些有害的行为 跟信念的时候 就有可能造成未来在我们关系上面 财务上面的一些困境 而没有办法自己解套 因为当局者迷嘛 在12年前呢 在我还不懂潜意识 不懂心理成长 内在锻炼之前 我非常认真的学习 我看很多成功学 致富 创业 行销的相关书籍 也报名课程 在课字里面出现 我很用心的去操练 我所学到的每一个技巧 我也曾经听老师说 你要学习模仿成功者 这种事情 所以我想模仿成功者如何去思考 我就重复对自己灌输 正面思考的肯定句 我模仿了成功者的这个语言 模仿他们的穿着 模仿他们的行动 却反而让我的内在充满冲突 我的身心出问题 也没得到我想要的成功 所以要跟你分享的是 为什么模仿卓越会失败 当我开始接触身心的成长 我开始内在的锻炼之后 我才隐约的发现 过去我所模仿的 只是所谓的冰山一角 我从来不知道 卓越人士 他们在冰山下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他们思考的决策模式是什么 他们潜意识的模式是什么 他们的情绪状态是怎么样 他们的能量状态又是怎么样 这些 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也都不会写进书里的东西 才是我们要学习跟模仿的重点 当我们安装这些冰山下的东西 我们所有学过的外在技巧 就会开始自动运作 这就好像一辆车子 它可能有顶级的轮胎 有顶级的排气管 有很棒的外壳 但是它却没有安装一个 足以媲美它的引擎一样 当它安装了 这个好的引擎之后 所有其他顶级的设备 才得以发挥 就好像你的手机 下载了一堆高效工作的一些APP 但是手机本身 作业系统却跑不动 那是非常炯的一种状况 这个也是冰想 也是内在锻炼 练习的重要性 也是我整理出Lucky7 这堂线上内在锻炼课的原因 如果在12年前 就有人直接告诉我 如何锻炼 如果拥有杰出人士 内在状态的方法 我想也许会少走一些愿望路 我会减少更多内在冲突 我会更快乐 我会更喜悦的生活 甚至可以轻易丰盛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也想学习 直接安装杰出人士们的 内在状态 或者你也好奇 有哪七个内在的特质 是我发现 内外都丰盛的杰出人士们 他们所有的特质 现在你可以点下方的连结 来参加我们的 Lucky7的线上课 我们在课程中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